大家好,我是幻星 首先要感谢一下大家 就是我上个视频说我要去私区 因为有朋友邀请我过去进行一个交流 我没有号 所以那叫什么 很不要脸的在视频上求号 这个我觉得稍微显得有点过分 但是实在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很多朋友都愿意把号借给我 我也是稍微重申一下 首先我只需要一个号 只是在这个周末用一下 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当然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再把号给我了 因为我已经借到了 而且我只需要一个就考了 不需要太多 对不对 当然就算是我没有用到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都联系我们 但是我都说了谢谢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视频 都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支持吧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信任我 首先我觉得借号肯定是第一点的 就是对我的信任 真的 平水相逢 大家你没见过 我没见过你 竟然这么信任 我真的是受宠若惊 废话也不扯了 我争取录出更好的视频来报答 感谢这些支持我 或者是一直默默的关心我的这些网友们 行 今天新武将上线 韩当 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做韩当的测试视频 我是在测试服做过的 但是很多朋友也许测试服 大家对武将的熟悉程度 或者对武将的了解都比较浅 我也是稍微从一些简单的地方 比如技能的使用等等等等 这几轮我就带来两场战局 战局中的韩当主日角 有不练师形容这样的强将 主日角这边选择了韩当 也是看一下吧 当然也可能跟我昨天 说的昨天晚上是韩当的主题 希望大家能够 在昨天晚上群内的时候 能录制出来自己韩当的打法 那更好的方便 我跟大家进行分享 所以戒女也是帮我选择了韩当 韩当料化同时上线 很多朋友都问我 如果我二选一 一个入手的话 我应该选谁 我个人建议是选择韩当的 这是为什么 料化是一个比较吃队友的武将 而韩当的话 有自己独特的节奏性 攻棋的多变性和多样性 也是能打法多变 你可以当差去使用 你也可以通过攻棋 来进行跟队友的集火 其次解凡限定剂 回合内创造大排查收益的一个效果 都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最主要最主要 韩当是有自己的节奏 而料化的话 很可能节奏性 就节奏感比较低 需要队友的配合 或者是吃队友的能力 比较的突出 这是一个区别 刚才元术也是跳了一个忠诚 元术跳忠诚 过牌比较大 曹操主攻局更多的是需要 这个曹操主攻 就很久也认为很少录 曹操主攻局 咱们也是看一下 就是说 元术过牌性大 可以通过自己的高过牌 帮助曹操找一些K牌 比如AOE这样子的牌 提供曹操的能力 要不曹操这边就十分太白板了 成功在这开五股 肯定是跳反贼 成功拿距离 好 把乐竟然让给我 貂蝉是我 选择了新的皮肤貂蝉 保饼不一样 这个皮肤 但是我刚看 感觉不太好 但是看多了 也就习惯了 还行 是不是违心了点 不黑 不黑 这个真不黑 我们来看一下成功这边 是怎么去选择 五股直接降入过 这个可能 一是盲给不太敢合适 个人感觉像 这就比较偏中那一点点了 我们暂时定中吧 主攻方的降面 感觉好像挺一般的 邓爱 庞德 元术 只有元术一个比较降面 合适一点点 其次左辞有 直接有放逐 也是间接的去压一下 主中方AOE的效果 感觉 目前来看 主中方还是比较难打的 当然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只不过从降面 简单的分析 三国杀 降面是其一 不可能说是你翻开降 知道所有的身份 一对比 知道这边打不过就过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要看一下 一是玩家 玩家之间的出牌 二是 双方的排 排的 就是排的质量 等等等等 会牵扯到一些过程 这边左辞 也是人的难瞒 压走一个AOE 让一会主中方 出AOE的可能性比较低 我们来看一下庞德 左辞选择的放逐 回合外的技能 这个肯定的 刚才我也是稍微讲了一下 最主要就是 抑制主中方的 最简单 最直接的AOE的打法 尤其是曹操主工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旁的这边拆一下邓爱 接刀杀 左辞 没有接刀杀 成功 这是跳内了 他希望的是激活左辞 因为左辞比较难控场 如果他是忠诚的话 应该接刀加成功 也不可能去拆邓爱的八卦阵 对吧 你如果是反贼 你应该去选择拆 元术或者曹操 来方便我们激活 所以他直接跳一个内 但是我没有距离啊 貂蝉是我嘛 啊 貂蝉觉得没有距离 管你是内中 反正你肯定不会先打反贼的 而且我们降面是优势 刚才我们也说过 反贼降面是偏优势的 所以说直接内也不管你了 直接往四里干 离间 左辞和曹操 这样曹操非常有顾忌 这个排序打的还是可以去交流的 先离间曹操 如果曹操怕飞雪 出沙了 那就有左辞来 左辞多半会翻面元术 那翻面元术的话 我这张乐就会考虑到乐曹操这样子的人了 但是如果曹操不去出沙 他愿意自己费雪 那我们再去乐元术 因为曹操的个人能力是非常低的 这个元术动轮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危险 尤其是像成功线在那边手牌比较少 虽然说是有支持的回合外防御 但是多半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元术的过牌太大了 这边韩当铁锁 左辞是想通过左辞传导伤害也能造成翻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旗的多样性 通过无视距离来进行一个集火 方便我们去因为元术这边贝勒了 所以翻面一下曹操 看一下元术外头有无蟹毒条 邓爱一张无蟹 邓爱的屯田效果并不是很好 拆过拆红桃这边又是个红桃 不过出来了就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有就还是比较难打的 如果本轮元术在这次自己的行动能秒死成功 这下的话并不是反贼能优势 起码是能 进行一个胶胶着的打法 而且有内的控场 虽然内的状态已经 这个是没办法 这种内的嘲讽 不是说因为他没有跳清楚内 而是因为他的位置实在是不好了 我反贼不可能说是因为你跳了一个内 我丢杀我都不杀你一刀 尤其是现在不需要你内奸控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嘲讽 根本不是说你内奸身份上的嘲讽 而是实在是因为反贼的距离上嘲讽 这边成功是想给韩当杀曹操 给韩当杀另一个意图 就是在于韩当那边方便集火 只要不让他断杀的话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邓爱作为曹操的忠诚的一个特性 体现出来了 那就是在于自己的闪 可以帮助曹操打来通过回合外的囤田 方便他更好的进行一个觉醒 但是很可惜 刚才几个田都是红桃 所以他现在举行不了 这一次行动可能也创造不出来 多大的收益 集火貂蝉 反贼的输出核心 可能也就是在成功以及貂蝉这边 尽量的更快的打扫 这边左辞化身还是非常给力 刚才是回合外放逐 回合内睡觉 结音 这样子能维持住什么满血翻面 一排收益这种效果 还是非常赚的 尤其是是打他的办法比较多 尤其是韩当不需要距离 貂蝉有离间 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效果 回合外继续选择放逐 那间得强势的控一控场了 刚才那间打字也是想 先杀貂蝉 必须杀的 就是说你再不杀死一个反贼核心的话 你这个场面是没办法控住的 要不就曹操被推死 要不就是你们慢慢被磨死 因为反贼的输出太猛了 成功二刀 对吧 貂蝉 二刀 而且成功还能维持住一个人的杀的激活 不过效果非常的好 庞德那边 当然因为有猛进的压制 可能有闪也不出 这边连吃两桃 继续的去铁索主中方两个关键性人物 一个是曹操 另一个就是他们的忠诚里头能力最强的元术 满血的佐词绝对不浪费 这边因为曹操是 中乐了 他不想降血线 那不想降血线的话 就元术去翻面吧 我们是不客气的 最终的话也能产生一次一杀 一杀三的效果 就很多朋友可能说 这一刀带不带邓爱合适吗 合适的 你给邓爱留闪 他那张闪永远是打出来的 所以不如说是在这个时候直接强势的 再加上后头还有寒当 对吧 那边有成功的激活 邓爱如果没闪的话 可以直接把他推死的 所以不要因为说邓爱怕他觉醒 如果他想觉醒 他怎么也能觉醒 不如说是我们主动的让他打到觉醒 因为主动权在我们 他自己想觉醒的话 他是要爆发的 如果我掉上线的行动 要有三个反贼 元术又不能动 又中间不能隔坑 曹操也有被乐控制住了 那我们反贼方是 方便一激活 这样子在邓爱觉醒的时候 把他杀死 不让他在行动内去把田用出去 那我们就大转了 所以不要被他一个闪卡死 这边是看到邓爱 刚才是帮出过闪 这边一张闪闪了 貂蝉的一杀三 转手就被激活了 这个也是寒当的一个特性 那就是距离非常多 而且这个时候为了提高杀死邓爱的效果 直接用解凡 这次解凡非常非常的转 包括自己是先攻骑 自己也算一个距离 那基本上是场面上 除了曹操每一个人 除了曹操和左慈 每一个人都要选择给成功一张牌 而像元术没有距离 直接给成功牌 庞德的话有距离 他想保距离去杀 尤其是像慈雄 对貂蝉 其他的反贼同伴 也就不用说了 直接把成功撑起了七手牌 而且有一个关键性的无胁 这张无胁也是绝对通过这次解凡 去弄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韩当的一个武将的能力 当然我们如果给队友用解凡的时候 记得尤其是自己先攻骑 这样可以多一张牌拿 成功这一次七手牌 不是八手牌的行动 基本上登岸是要去了 两杀是觉得要维持住的 那有可能不止两杀 这边秋桃 武田的登岸再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反贼方这一边的激活打得非常的清晰 一回合就把对方的一个X因素进去 如果我们不去这么打的话 不小心让登岸囤田成功绝线 我们还要面临这一次他的行动中的回合内的爆发 但是如果我们主动把他打死了 他田都用不上 这就是路人说登岸神将 那群内局大家可以看一下登岸的作用在哪里 当然也有可能朋友说登岸那边人品不好 前几次田没有囤上 有这个因素 但是最终都有五个天了 对吧 这个思路要紧 人品也要紧 反正排列游戏 那的确有时候排排排的排运也是主导这游戏的一个 刚才嘴都半了 排运也是主导游戏进程的一个因素 而且这个因素可能还比较重要 这边既然死一个登岸 元树那边还被冰一次 那打死一个内奸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左慈那边浪费大家时间 蛊惑 假的被骗 没有人愿意去弄 没有人愿意去质疑 快锅吧 欺负人家一个内奸 这一蛊惑于激动 那这样庞德也去了 这边继续的离间 满血的放竹 对对方的压制是非常恐怖的 好 这边护驾喊不起来了 我作为主导游戏这边有个白银狮子 也可以带上 因为不是弃专 就是说宫崎不是专门弃手牌 你可以当做带上一个装备 完了宫崎可以拆对方一张牌 但主导游戏这边没有选择 看来曹操那边是抱的没有闪 可以去选择去拆一下 先攻棋 对吧 攻棋完拆拆一张桃 也就更稳当一点 当然可能会想留着 尤其是古定后头 曹操手牌少了 可以秒他 那白银狮子自己飞雪了 能回一个雪 反正是赢了 也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下一场 这场可能偏降面碾压 我们来看下一场 韩当的效果 那诸葛克的主角 这是一场半群的半路人局啊 诸葛克的主攻 那个我们主角忠诚 起手压一下贴身位的徐晃 徐晃是比较克手牌的 所以他定义他是反的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起手这是要什么 往死里打了 那直接打空 也不管了 那徐晃在第一回合死掉 对于主攻是支持的哈 起码在你第一回合 主中联动就秒死一个反对 进入人数的对等 虽然说不能说人数优势啊 因为对于主攻来说 是没有人数优势 还有内奸空城嘛 那起码能秒掉一个 对他威胁性极大的武将 不过徐晃那边手牌 非常的给力啊 那个带起白银狮子回血 吃桃 直接是从起手 被盲成一血的效果 撑起了三血 并且要火攻一下寻遇 这是干什么火攻寻遇 寻遇有可能是中程的 尤其是像诸葛克 这个我觉得稍显 诸葛克这个奥才要让徐晃明白了 就是说 寻遇是偏中的 你火攻难道就单纯看一张牌吗 如果看牌的话 我就不说什么了 你如果要真火攻成功了 让他给主主攻 解命吗 我就玩 这也是偏反贼的 因为血线比较多 诸葛克的奥的那个毒 我是克制他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定 这边直接九杀 看一下诸葛克的奥才 刚才也是没有奥才出杀 来防得徐晃 那个决斗 奥才 这个闪是关键了 间接的也是帮我们主主角 过一张闪 垃圾牌 其实我们主主角 这边装备比较多 所以说用攻旗的效果 是比较明显的 看他怎么选择 好 直接是解凡给诸葛克补牌 这可能是觉得诸葛克 比较危险了 所以利用解凡 通过自己 完了再加上 所有人一共给了四张牌 当然他没有先攻旗 其实因为自己距离本来就能覆盖到诸葛克了 如果自己没有这两个距离 可以先攻旗一下 这样子的话 解凡会帮诸葛克多摸一张牌 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说了 乐了一下远之威的鲁素 也只能乐寻遇鲁素 寻遇比较偏中什么 他也只能录鲁素 再往后乐就有张合了 这个乐就不敢乐了 所以他也是无奈之选吧 这边徐晃去打无限 这个徐晃其实打的并不理智 这个在当时我也就说了 因为 徐晃作为反贼 觉得鲁素是反贼同伴的话 他是有这个耗时空间的 你不给鲁素无限 鲁素中乐了 也能通过耗时把圣雅的牌给你 不会造成一张牌的浪费 可能会造成一点点吧 但是绝对 绝对不会什么 但是他无脑的去帮鲁素打无限 最终无限 鲁素跳了一个忠诚 直接就明白了 所以淡定 就是说 如果 就是说你在忙别人 或者怎么怎么样 考虑身份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对吧 你就无限不打 自己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收益 你为什么非要去帮打 打光了 最后帮一个忠诚无限出来 我们也不多了 这边寻语跳了一个反贼 通过拼点 不过我们主角 刚才通过鲁素的地盟 压了一下张鹤的气肉牌 并且是找到一些桃的恢复牌 来支持一下鲁素 所以鲁素 也不是十分危险 前提是张鹤那边 别偷走桃就行了 张鹤应该是反贼 那孟霍是内了 这是寻语 变得要身份 因为 不可能反贼是孟霍 有点可能 有点可能 这个只能有点 就是不过更偏一点点 就是反贼 这个回合的能力比较弱 可能打主比较麻烦 只能说有点可能 这边孟霍也是跳了一个名内 下轮的话 张鹤剩下一张牌 对于 韩当来说就是好事 如果我有装备来攻起 可以把张鹤的最后一张牌拆掉 防止他突袭来破坏我们的手牌 刚才张鹤也是没有偷到关键性的桃 诸葛科这边的输出爆发能力非常的强 直接是打到徐晃 求两次桃 我觉得基本上是去了 走远了 徐晃 徐晃本轮作为反贼 投反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效果来 并且还有一定大的失误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个人的问题了 不是其他团队的问题了 所以他死 虽然对团队的压制比较大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要不的话张鹤这边还有一个桃 我鲁苏那边不可能把这个桃 递蒙到我们主要这边的 对吧 好 这边董卓是要固定火杀吗 直接让主中方明白 吓尿了 这个你不要乱吓人 我忽然弄一个 一会儿鲁苏赶紧把这个藤甲递蒙走 你留的现在有点心虚了 刚才是 害怕后置位的人 瞄你自己手上有闪弹 这一轮的话还是尽量的地盲出去吧 有接到 看一下能不能拿过来距离 给了给了的话好 这边的话可以利用公企拆掉张鹤最后一张牌 满了九杀 就因为他就跟他是无视距离了 这样子的话再就让这个也就是喊当的一个效果 而且最好的好处是在于张鹤 产生不了这个突袭的效果 那个话说回来 这边诸葛克挂一个距离并不是合适 虽然张鹤产生不了突袭 但是能产生巧遍三 给了董卓距离还是很威胁鲁苏的 这时候鲁苏是属于主中方的一个核心 鲁苏这边可能是要考虑一下内奸的牌了 因为内奸那么多牌多半是有桃的 当然也换过去个桃 不过这边也换回来一个桃 也不亏吧 我话又说回来 就是那个距离是不是留的稍微有点可以不挂 尤其是你有张鹤 什么加一马八块阵距离 你除非说是回合那当时使用 就比如我现在要急火人 我挂出来去杀 你没有产生这种效果 你尽量不要挂 这不是嗨队友吗 你只能去拆了 当然不拆的话 鲁苏也是死不了的 这边有个桃 鲁苏刚才也是先解了铁锁 创造了一次排查 这边孟霍已经是丧心病狂的 直接跳反 不满意了 就是完全不满意主中方 反贼还三个 你就陷我的牌 这里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好了 我们错了 诸葛克这边拆距离 还好 你诸葛克把你自己的距离解决掉 没有距离呢 哦 又出一个距离 那这没办法了 我还说没有距离 就扯淡了 但是我们这边主日叫有一个桃 多半是有桃的 因为四张的孟霍 怎么也应该有张桃 孟霍手里也是有一张头呢 鲁苏每动一次创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能保就保住 虽然主攻现在有点危险 装备非常的多 当然 还能他的 什么呀 就是说能每回合稳定的产生这个装备的攻起 这个主日脚一直是 留了一个白银狮子 因为现在这个距离急火 他还是比较简单的发动的 留个白银狮子 当自己乌龙飞雪的以后 白银狮子能回一个雪 就是一直能维持这个效果挺不错的 能稳定的让张河那边产生不了突袭 对于主中方的支持是比较大的 尤其像手里头 蒙荷那边有桃啊 这边有无蟹 这边没有多少的地蒙空间 顺手找无蟹 接刀主要是限距离 肯定不会接刀杀张河了 因为鲁苏自己想收 哦 孟霍竟然救了 这个孟霍可能觉得 这个孟霍他觉得反贼现在不能死 所以他救了 可能觉得鲁苏必须死呀 那个所以要维持住什么反贼的人头 或者自己享受这个人头 张河这边看难 想杀死鲁苏 这边因为有白银狮子主动费低血 刘杀一会进行集火 虽然也是回合内部张河的牌 张河这边啊 鲁苏没有牌了 所以选择强推诸葛克 哦 诸葛克现在危险了呀 直接被打到一选 呃 这样子的话 主中方其实有可能主攻直接被推死 所以啊 这边诸葛克也是直接吃桃 这可能是给鲁苏留的 这一轮也是逼不得已吃了 因为自己都快死了 反正有 现在又挂出一个名剧里 知道张河是不能偷的哈 就是说刚才诸葛克也是觉得 张河最后一张牌是留不住的 所以可能留了一个桃 这都是我猜的 因为我也看不到诸葛克的手牌 董罗这边八卦阵不舍得杀 来转而去杀寒当 但是寒当这边个白银狮子 还是能回血的 这一回合 诸葛那个张河应该死了吧 再不死也就太夸张了 继续的攻骑集火 拆效果的非常明显 这一轮我觉得寒当 寒刚技能的 寒当技能的 今天怎么了 嘴有点碎哈 就寒当技能表现的零零尽致 压残了张河 那个并且是通过集火 就没有距离的前提下 通过集火 对反贼的输出创造了非常的明显 这边吃桃 直接吃到董卓 那基本上鲁苏是要收人的 好 这个鲁苏怕孟霍递蒙 这次是鲁苏怂了 怕孟霍再去吃桃 就张河 先把递蒙上轮不递蒙 是正常的 因为两张牌 两张牌 也而且主中方非常有可能留桃 救鲁苏 因为董卓还要动 所以上轮应该是主中方 在这一轮的话 那诸葛克有桃全部吃完了 所以地盟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上轮地盟怎么想 也不会想到内奸会久 在地盟也地盟不了那张桃 最多地盟一下董卓 这个是可能的 AOE什么的不敢放 这个是因为怕解密爆发 其次的话 也压制了很多的牌 这边鲁苏应该是去了 主角这边有张桃 有可能还再能坚持一下 就看一下第二杀能不能杀出来 沈浩才 好 这个奥才非常给力 这奥才和我的奥才一比 高下立判了 A杀 内奸现在得着急控场 可惜一直断的距离 主中方现在就赶紧的往死里盖 打死董卓 就基本上好打了 三二一没赶 因为血线比较低 想留八卦阵 其实可以直接三二 对吧 留一张八卦阵过 行吗 就看董卓的裸摸效果了 但还有一个八卦阵判定 其实可以的 把手牌打空了 让鲁苏那边递萌 这也是可以的 当然留的吧 也可以 留一张闪 防一下董卓 裸摸九十二把主攻秒掉 这个都是可以的 就看这个诸葛克 是崩放的 还是稍微小怂一点点 这边鲁苏 可能又收一个董卓 哦 不管我了呀 啊 他只有一张牌 怕寻遇拼 不对呀 他凉血的 可以 把血线 把桃子留给我呀 如果把他凉血 寻遇是不能拼点的 可以把桃子留给鲁苏 当然他是觉得 啊 杀死董卓 应该就稳赢局了 二打二也可以 而且鲁苏还要动 也比较安全 这边就强秒了 鲁苏做最后的贡献 那打成啥样 打成啥样吧 看寻遇寻遇 直接火攻主攻 不管打忠诚了吗 还成功了 还有一次拼点 哦 这次有机会的 所以说 还能那个桃 他还可以通过拼点 去拼一下啊 孟霍打死诸葛克 啊 这边诸葛克看到桃子 为什么要吃呢 啊 说明诸葛克手上是有桃子 刚才地蒙 是地蒙过去桃子了 对 就诸葛克 现在如果没桃子 啊 这个桃子可能是要考虑 就是看到也应该防一下这个驱虎 把桃子留给驱虎 因为杀死鲁苏不过牌的 鲁苏是忠诚 就是如果寻遇那边拼点去杀死你的话 这个桃子应该求给自己 当然啊 因为他自己手上有恢复牌 所以这样子了 刚才五谷 孟霍拿了一个 K点 主持角这边拿了一个12点 所以寻遇 寻遇还拼点求死 送内了 就让内奸看最后能打成什么样 打成什么样啊 最后寻遇稍微打的有点凌乱啊 也是因为视频太快了 我也没有仔细的讲清楚 当然大家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啊 细节去重新考虑一下 包括啊 寻遇的一些动作 那个 当然我觉得啊 寻遇不如说是直接打鲁苏啊 对打死了跟内奸控场 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你打主攻 吓得内奸也不帮你了 对吧 包括拼点 他都故意输 而不是故意赢 让你飞雪 这边 孟会杀死鲁苏 进入EV2 但是我基本上觉得是没有多大希望 EV2 当然你可以当一分内 是一张9啊 这边果然是 那个寻遇那边说了 我说不住哥哥那么胆大 那EV2的话 我们就稍微慢点 这边攻骑拆拆加一马 兵一下 并且杀一刀 这基本上是去了 哦 因为刚才寻遇报了 说是诸葛克有9的 所以他也敢放得给 诸葛克吃桃 诸葛克这一稳 那基本上孟霍就走远了 基本上是不能赢了 这边拆人亡盾 大概拆完人亡盾 下一次联动 那孟霍就死了 留了一个9 直接再起 也没有拿到 不过是个双杀牌 看能不能啊 还是9杀 这下的话 韩当是死了 但是韩当死了 他空手牌直接就死了呀 21就可以了 读52读51 读我两张牌 读一张牌 孟霍就去了 那么把速度加快一点 当然孟霍最终也是空场 空到一个单条分 也是可以的了 最终主中方获得了胜利 而且这一轮 我觉得比上轮更能体现出 韩当的作用 也是显得零零尽致 请今天这个韩当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